快看 它發光了 你看 每一次我手指滑過它的身體 它都會發出綠色的光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 買了一隻白化的海鮮 它給我發了兩隻 我定睛一看 你們能不能區分 其實左邊這根是白化海鮮 而右邊那個是海鮮人長 如何區分它們呢 海鮮不會發光 而海鮮人長 當你觸摸它的時候 就會發出綠色的靈光 接下來帶你們仔細觀察一下 這兩種生物 海鮮的嘴你們有沒有見過呢 這就是海鮮的嘴裡面 生出了一個一個小觸手 這些小觸手會把這些 沙子上的藻類連帶沙子 一起吃進腹中 海鮮把這個沙子和食物全部吞入 然後拉出來 也是一小坨一小坨的白沙 其實在野外尋找海鮮 只要你看到了海鮮的便便 你就能成功的找到了海鮮 不同地域的海鮮 它這個便便是不同顏色的 取決於底沙的顏色 這個就是剛才會發光的海鮮人長 它和這個海鮮不同 海鮮是疾皮動物 它這個屬於海災缸的生物 它這一個一個 跟花一樣的小觸手 就是它的水溪體 它們通常會在晚上 把這個水溪體打開來 捕捉浮游生物 這個在青島海邊 還是很常見的 雖然可以入藥 但是並不好吃 所以你在海邊 看到這種生物 可以仔細地觀察 但是不要把它帶回家了 因為帶回家也挺難養活的 唉 這個海鮮人長意外來到我家 看看有什麼辦法 給它讓它重回海洋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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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